苏菲妈祖 那您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但是连时刻而止 要知道孰情孰众 可能是我真的是 做错了 对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问题大了 兄弟 问题主要出在你身上 咱是男人 我说他男人 我想着另外一个男人 你说我心里能好不好 不不不 他真爱的是你 不是那男人 对呀 我要是爱那个男人 一天到晚 我跟他谈那个男的多好 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事 我一同学也是追星族 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我把他那个偶像 签了字以后的照片 碰到地上了 他三年高中没理过我 你看这就是 这是真事你知道吗 现在我 现在我回想起来 确实这种偶像明星 在一个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感觉那些明星 都应该高高在上 你听我说 我能感觉到 你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人 特别会过日子 但是男人一定要大度一些 告诉他 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 我跟他说个N线 听清楚楚地告诉他 这是一 不不不 肯定是着急 你太爱上火 你爱急 你慢慢来 这是个小孩 在很多地方上 你要让着他点 慢慢慢慢慢慢的 他就长大了 慢慢慢慢慢慢的 你也就慢慢的平和下来了 看老师说的 多往我心态里而去 说的都是我了 不不不不不 这是双方的事啊 我只是说咱们是爷们嘛 有一年我去韩国访问啊 我们跟那个韩国 有一位外交官座谈 然后我们专门聊到 韩国的偶像去 我就问他 你看现在韩国偶像剧那男一号又帅又能干 然后对女孩又体贴 我说是不是现在韩国男人都这样 那个外交官的回答特别异数 他说我们希望未来我们韩国男人是这样的 关于这追星的女孩啊 我这个这么多年工作当中遇到过两个特别极致的 其中一个女孩突然某天给我写一封信 然后说这个苏勤老师啊 我男朋友是某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对我特别好 他说我呢 就是一个中学毕业 现在在工厂里做工的这么一个普通的女工 他说我现在想跟我男朋友分手 他说因为我常年喜欢看韩剧 这韩剧当中那男一号吧 都长得特帅特高 而且最关键的是都是单眼皮 我一个单一个双 所以他就说了 他说我就觉得女人这辈子结婚就结一次 我怎么也得找一个我喜欢的 所以我准备跟我男朋友分手 然后找一个特高特帅单眼皮的 第二个更极致 他说从他18岁那年的时候 就去看了一场现场的晚会 他说他从此之后就喜欢那个男主持人了 结果十几年的时间 现在他已经快30岁了 就为了追那个男主持人喜欢他 不谈恋爱 不找对象 不结婚 说家里人都丑死了 他自己也特纠结 因为他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了 他也意识到说自己耽误了那么多年的时间了 但是说我已经追星变成一种惯性了 有依赖了 所以刚才洪总讲的这些事啊 我们看起来挺乐呵的 但我很害怕 万一你要再追十年再追八年 对 他就是越来越疯狂 有一个阶段性的 那我现实和幻想 我肯定能够了心的呀 一开始只是没海报嘛 对不对 后来就是说直接去见他了 这就让我受不了 其实你看发现这个从头现在特别有意思 他去追这个林敏昊吧 然后林敏昊是明星不可能关注他 但是他跟你在一块 你天天关注他 所以他得到了双丑满足 所以哪天你没那么关注他了 你也关注一女明星 然后天天地把自己的注意力 那万一他跟那个男明星跑的打扮 你试试看 你把那个女明星天天挂在嘴边上 然后你看看他吃醋不吃醋 女生你要欣赏他的优点 而不是希望他去模仿谁 当你在买衣服给他 你只觉得说 我买给你多好 可是你说真的 这个举动你真的不是爱他呀 因为你不知道他适合什么 你只把你自己强扎在身上了 对 我刚才说过很多遍 从心理学上来讲 追求明星是正大光明的暧昧 但是是单向的 因为他不会回来 他不认识你 可是就 那跟暧昧有什么差别 你问这不是暧昧 那我问你 今天如果他把你的闺蜜的照片 放在家里贴八张 你舒服吗 他跟他说 没有啊 我跟他没什么 我只是喜欢他 爱慕他而已 可以吗 不可以嘛 就像素权老师这样 你还是要成熟长大一点 我老婆也喜欢看韩剧 给我买的全是韩饭的衣服 这算也是 你看 他也喜欢看帅哥 但只要我拿眼睛瞪着他 他一定会说 还是老公最帅 你看 《蓝色生死恋》 我看了十几遍 琼瑶的每本小说 我全都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喜欢看韩剧 在我看来 韩剧为什么这么多人追 是因为他拍得太唯美 但现实生活当中是这样 有多少人是整容 才整出韩剧里面 那些明星的样子 有多少韩国人 过着一样是 现实当中的生活 而不是韩剧当中那种生活 又有多少 韩剧的所谓的娱乐圈当中的丑闻 我认为最关键的方式是引导 你可以去引导他 看一些中国的 有意义的一些文学作品 甚至一些小清新的 文艺发展的一些小电视剧 或者是电影 最近就有很好的一部 叫《我爱的是你爱我》 里面的内容 大于角色 大于他们的美貌和帅气 你如果这样慢慢地去引导他 也许他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 会不一样 会从形式上转达到内容 因为有些文化作品 确实可以震撼人的灵魂 可以起逼你的觉悟 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而不是你一天到晚看到的那些 所谓的帅哥靓女之间的 缠绵废词 完美只是幻想 现实才是生活 你若只是在完美的当中沉醉 就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崩溃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建议